大世界话题 今天我们带您看 现在的越南爆发了排华示威 从首都河内到第二大城市胡志明市 好多地方都发生了抗议民众 攻击政府机关的事件 甚至还引爆了警民的流血冲突 示威民众是高喊不要中国 要中国滚出去 这到底是何原因 排华示威抗议的导火线是越南政府 他们希望可以发展经济要引进外资 所以他们新设了三个经济特区 然后在这样的经济特区当中 他允许外商可以租用他们的土地 年限99年 现行的法律只限50年 就算你专案延长也给你70年 这回一口气就给99年 虽然法案当中是讲外资 没有提到中国 但越南民众认为 这项法案中资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所以抗议目标就锁定了中国 他们的抗议口号也非常直接 就是不让中国人霸占他们的土地 大批民众走上街头 高举步调呼喊口号 所以后开始越南多地发生街头 输了时间 大批 街头 大批 街头 不只有大批的机车帮涌入占领路口 一时瘫痪交通 甚至有工人抄起物品 就是往警察盾牌一致乱丢 连栅栏都连根拔起网 对方砸过去 最后警方丢出了烟雾弹 试图强制驱散人群 不少越南台商也被罢工 干脆让员工提早下班 从河内到胡志明市 抗议活动遍地开花 甚至出现暴力行为 越南警方已经至少逮捕一百人 之所以让越南拒国 因为越南国会正在审议草案 恐怕将好山好水 租给中国长达99年 在十年纪录占领路上 三个特别的经济区 被认为改变成S.E.Z. 这些是在河东 在河东邦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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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吸引外资 早在2013年 越南就计划设立三大经济特区 包括地理位置最北边的云屯县 中部的北云峰县 和南部的复国岛 其中复国岛大小跟新加坡差不多 原本是越南的观光重镇之一 随着国家电网和无线网路设备 逐渐到位 被当局视为智慧城市的发展基地 而云屯县则因为地理位置优越 被视为连结中国与其他东协国家的交通枢纽 北云峰则会在中部的庆河省 总面积4.6万公顷的云峰湾 海湾够大水深够深 挡风条件良好 地理条件得天独厚 不但是越南最美海滩之一 更适合作为国际中转港 已经吸引至少6.3亿美元投资 在沿浪的库中 我们也很希望 用各样板转发 会导致一个沿浪法理 很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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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沿浪 我们会导致很多个国家 政策 可以说是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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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 而越南性行的法律规定 外商在越南投资经营 租地期限一般是50年 特殊情况可以申请延期 但最长不可以超过70年 越南原本就有18个经济特区 但是当地的国会 近来却在经济特区法中夹带条款 放宽外商在越南租地的期限 最多可以从50年延长到99年 消息一出立刻引发贱卖国土的踏伐和质疑 也掀起了这一波的示威抗议 有网友怒呛 越南领导人们要把部分的国土租给中国99年了 还有网友大算要来玩 快点来 因为越来国土未来99年后 可能就是中国的 反99运动甚至有粉丝专业 留言中怒气毫不掩饰 号召民众上街保国 还说在家失国 中国国内的国内 人家的领导 共产党专业 专业社会 美国和中国常常专业 他们高高的领导 而我们的同志 特肯定 董毕斯 主席国家的中国 他们的美国和中国 尝试美国和中国 体验的感受和责任 仍然阮春福口中的好邻居 贺醋逼却想把南海鬼窝旁去 甚至有陆克大方穿着T恤 应有备受争议的九段线 更引发越南民众的排华情绪 民意反弹 眼看着示威抗议越演越烈 让越南总理阮春福说法紧急转弯 出面表示将重新考虑 是否放宽租地期限至99年 不过国际货币基金指出 除了印度 中国已经陆续取代 美国成为日本 韩国 泰国 印尼 和菲律宾等亚洲国家 最重要的出口市场 更在2017年 首度成为越南最大出口市场 一方面 越南政府 有依靠着庞大的廉价劳动力 享受中国曾经的人口红利优势 越南民间却担心这一些经济特区 最终将落在中国企业的手中 这只牵涉经济也形成两团 三兄我们做不到 越南民众他们上街示威 那么他们说他们是为了要保卫他们的国土 但是越南政府他们也说他是为了要拼经济呀 这也是着眼于国家未来的发展 所以才希望可以放宽一些法令 吸引外资 促进经济 那么提到外资 以现在的数据来看 中国资金的确是投资越南很重要的一大部分 这是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的统计 2017年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 成为越南最大的货物出口国 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超过了千亿美元 中资呢 在越南的投资也大幅成长 投资的一个数字累计达到150亿美元 涵盖很多的范围 房地产 纺织跟矿产等等 纽扣一个接一个 丝毫不马虎 越南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 成衣产业的加工出口 让越南成为近年来 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而美国则是越南纺织业最大的出口市场 对美国的出货量是中国的两倍 但这样的情况将有所改变 当地企业转向中国市场 主要是因为美国退出了TPP 这项贸易协定 中国并不在其中 所谓的其他贸易协定是由东南亚国家所发起的 不仅获得了中国的支持 也将美国排除在外 而越南当局认为这项新协定 有利于当地渔业发展 虽然目前美国是越南海鲜的最大买家 但来自中国的订单与日俱增 则全败川普的贸易新政所赐 不仅官方这么想 就连越南当地的业务代表都表示 乐意增加与中国方面的交易 也希望川普总统重新考虑TPP 学习英文同时互相帮垂背 工厂里劳动条件的改善 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 也让越南的经济持续高速成长 但不久后可能就要改成学中文了 根据最新统计 这里每天有超过三万的边境居民 与中国方面做生意 数量多到中国政府 不得不开设新的海关服务 受惠于日益成长的贸易量 当地边防检查站统计的总额 已经超过九千万人民币 边境的越南产品要进入中国 现在只需要通过这里的检查就能行 边境贸易区的交易 全程都受到当局的监管 让双方交易更有保障 便利性大增 让过去十年间 中越双方的贸易规模 十年暴增了15倍 达到506亿美元 中国更在去年取代了美国 成为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 贸易关系的强大优势 让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 正与日俱增 三例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待 现在我就选入中国出口大的